一对在海外结婚的男性同性伴侣 以家庭名义申请公屋遭到拒绝 司法复合性诉 防委会不服上诉 上诉庭驳回上诉 并且下令防委会支付重费 案中两个男人都是香港永久居民 在加拿大注册结婚 向防委会申请公屋 防委会说他们的同性伴侣身份 不符合公屋政策入面夫妇的定义 高等法院认为 申请人符合防委会对夫妇申请公屋的要求 但因为同性婚姻而受到差别对待 说防委会政策有其次性 是不合法和违宪 裁定司法复合性诉 防委会要重新考虑申请人的申请 防委会不服将同性伴侣 列为家庭成员和配偶 可以申请公屋和居屋提出上诉 上诉庭颁布书面判斥驳回上诉